在里水松阳 警方也接连查处两起 疫情期间聚众赌博案件 抓获违法行为人20人 涉案金额约13万元 12月13号晚上 松阳警方在巡查时 发现有人在家中剧赌 于是立马赶赴现场进行抓捕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 参赌人员多达20人 且均未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民警立即对涉嫌赌博的人员进行控制 现场缴获赌资十余万元 用于赌博的扑克牌落干负 经查20名违法行为人 均对聚众赌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20名违法人员均被处以行政处罚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